无论是山坠 恩雨不会变 每日降在你身边 恩雨和路人 我心想去什么教会啊 我们小时候也去教会啊 没用的 我把与宗教有关的 所有的圣经啊书刊啊 全部都丢掉 很多人问我 你花那么多时间做义务工作为了什么 当救护员是义务的 做院墓去探访也是义务的 我说上帝那很难生活啊 中国人认为口袋里没钱啊 觉得不踏实啊 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香 小费多到我不敢跟你说啊 我跟其他司机在群组里面分享 我今天收到这个书门的小费 我开一整天的车也赚不到这个钱啊 在奥克兰居住的香港人David 透过驾驶共享车 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了解他们的故事 早上送太太上班之后呢 我就开始开车到处去 其实呢现在这些这个共享车呢 就好像计程车了啊 最赚钱的就是机场接送啦 因为新西兰从解封之后啊 将近半年开始呢 许多人就陆续回来了 全部都是游客啊 留学生啊 新一鸣等等啊 除了当共享车司机之外 原来David还是一位传道人 他想透过共享车接触不同的人 将福音传给他们 在疫情期间呢 神呢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啊 他说啊David啊 新西兰的人以前是信耶稣的 现在很多都已经不信了 新冠疫情爆发了 很多人的家人呢就病倒了 那么我就记得 甚至有一位客人告诉我 他的父亲呢在遥远的西班牙 就感染了新冠病毒 整条村子的人都死了 他也不知道父亲怎么样 他很担心 那么车程只有五到十分钟啊 他跟我说了这个事 那我身为一个基督徒 也是一个传道人 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立刻告诉他 这个耶稣的救恩呢 我立刻跟他说 神要拯救你爸爸 我说我要为你祷告 因为神很爱你 我还跟他解释啊 神要救你到底啊 几分钟的车程 车停下了 他也不下车 我跟他一起祷告 他跟我说 这一段车程是我人生中 乘坐共享车最有意义的 哦十分感谢你啊 我今晚可以安睡了啊 他说我应该学你那样 向耶稣祷告 在这三年疫情期间呢 我带领了大约三四五个人啊 在车上绝制啊 那么我也跟无数没有再去教会的基督徒 分享信心 他们答应我再去教会 我真的没想到 神要我开共享车一直到今天 当一个兼职的传道人 我的教会不是很有钱啊 他只能给我兼职的这个交通津贴啊 哎我不介意啊 我跟教会说 反而你要让我继续出去 在这个车上 我可以向很多人解释福音 他真的不介意对方是什么族裔啊 也不介意他是什么人 完全不 总之有机会他就会传教 不论普通话英语粤语 总之有机会他就传讲 他不会因为自己语言不够流利啊 从来没听他说这些 我只知道他一遇到人 就会传讲福音 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这样的 带职的这些的侍奉 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面 特别在开那个UBA的时候 这是最好的机会 接着在车上的时候 他就利用跟他机会再传福音 这是他的恩赐 也是今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 特别需要的一种的热情 当然有人会问啊 你为什么奇特啊 就连乘客都会问我 当我们聊天的时候 有些乘客是基督徒啊 我真的没想到那些基督徒说 哇你这样真好啊 你可以跟很多人就分享福音啊 我怎么知道他真的支持我呢 因为共享车是可以给小费的 新西兰没有给小费的文化 每家才给小费 那想不到吓我一跳 很多基督徒跟我聊了之后呢 下车的时候给我小费 小费多的我不敢跟你说 我跟其他共享车司机 在群组里面分享啊 他们都还没信主嘛 那么我也会跟他们联络 我说我今天收到这个数目的小费 他们说哇 我开一整天车也赚不到这个钱啊 我知道这些基督徒鼓励我继续做 在疫情中 他唯一跟人接触的机会 就是在共享车上 你坐计程车司机跟你说什么 你被迫要听啊 你跑不掉嘛 David这么热心传福音 因为他曾经经历过耶稣基督的实在 很想跟更多人分享 不过他信仰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小时候去的教会呢 被基督教称为异端 但从表面来看呢 其实他们真的很正派啊 那么很有道德的一个宗教啊 他们也读圣经 不过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 在那个过程当中呢 我小时候也很怀疑 我小时候也觉得很奇怪 那我怎么样得到这个永生呢 小时候我会这样想啊 但他们要教导说呢 你要努力 你要努力使上帝喜欢你 那怎么样才算努力呢 他们就说啊 我们要在街上四处向人传讲啊 小时候我妈妈会牵着我 星期六就到处去敲门啊 所以呢 我小时候觉得 哎没问题啊 我这样做上帝一定会喜欢啊 应该可以去称为这个 这个乐园的这个地方 但这也是让我觉得很困惑的地方 但我父母离异啊 父亲呢有别人的女人的时候 我发现人人的价值不能永远都做得好 他会改变的 那一刻呢我就变得很低沉 跟朋友去玩啊 好像精神分裂一样 在学校里面当班长很乖啊 但在外面的却跟坏朋友混 觉得哎 跟随有一些黑社会背景的人啊 可以保护我好像有所依靠 这个问题呢就相当严重啊 那么后来发生一件事 朋友是黑社会的人 总是说会保护我 那么有一次呢我被人打了 接着呢他就叫了一大群人啊 谁知道方 对方的势力更大啊 还是来打我 原以为黑社会能保护我 最终要弄到警察局啊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感到很迷失 以前读的圣经都抛到脑后 来到新西兰之前呢第一件事把圣经丢了垃圾桶 我说啊这圣经帮不了我嘛 从小到大在一个宗教的这个环境里面长大 圣经帮了我什么呢 我把所有跟宗教有关的圣经啊 书刊啊全部都丢掉了 我就拍手说啊太好了 我这辈子都不用再读圣经了 移民之后各方面都要重新适应 让David的心情很低落 毕业之后他拼命工作 不过仍然感到迷失 我弟弟说你去教会吧 我说去干嘛 去找女朋友啊 教会有很多漂亮女孩 我弟弟跟我这样说 我说好了 反正在香港的女朋友已经分手了 那么坐下之后呢 他们一群基督徒很开心 但我内心其实很低很低沉啊 虽然我很努力的生活 但是呢我找不到生命的意义 真的不明白心里面为什么这么空洞 那个时候我不明白 那么第一次去教会 一坐下来就有个女孩 递给我一本圣经啊 一起读啊 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是灭亡反的永生 读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觉得好像禁止了 那么我我环顾那群基督徒啊 他们真的很很喜乐安平安啊 跟我的内心完全相反 那么他读这段经文 强调的是神牺牲自己来救我 跟我小时候去的聚会所呢 说的不同啊 原来每个人都犯了罪了 上帝爱我们要改变我们 借着耶稣拯救我们 但当时候听完之后呢 我就感到很奇怪啊 跟我从出生到十六岁之前啊 所读的圣经理论完全相反 那天晚上呢 我回家之后没办法睡觉 神那天晚上跟我说啊 David你迷失了啊 你小时候呢是认识我的 你读过圣经 不过他们教的道理是错的 我是拯救你的上帝 我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现在要救你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带领你 我跟上帝说 如果你是真的 那么以前我听了那么多 你帮不了我 我的家庭一就破碎啊 啊 又要离开我的朋友 去一个新的地方 很难适应啊 我遇到很多困难 以前被人踢入黑社会 被人欺骗带来很多的麻烦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没有帮我啊 如果你真的帮我 你显明给我看 你让我看见你有多大的能力 那天晚上 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不停地流眼泪 我感到很奇怪 我说你做给我看 从那个晚上开始 我感到就有些改变 我就去那间教会 David愿意继续去教会 除了这次与上帝对话的经历之外 也因为一位朋友寄来的一封信 因为我的朋友 在香港是我的中学同学了 他也很顽劣 从早到晚说脏话 中国三年级就辍学了 我去教会之前呢 曾经回到香港一次 我觉得他的行为完全改变了 判若两人呢 他不再说脏话 因为很有礼貌 我都不认识他了 跟以前完全不同 我说你不是我的朋友啊 后来我就不去找他了啊 那么因为他跟他在一起没去啊 但当我回到新西兰 去了教会一段日子 不到几个月 他寄来了一封信 写了整整一页的信 原来他呢相信了耶稣 他说耶稣怎么样改变他的生命 他很努力地在一间漫画社呢 就画漫画 后来呢他从事的设计工作 我知道他的生命真的改变了啊 他跟我说啊 哎你要信耶稣 耶稣会带给你生命很大的改变啊 那一刻我就想 我真的要认真去思考这个信仰啊 到那一刻呢我还没有信耶稣哦 我就断断续续去教会一段日子 又不去了啊 你懂了啊 去了一段日子觉得没去就不去了啊 接着呢最麻烦的是啊 传道人就不停地跟我说 哎你不要停止来教会啊 你回来吧David 你为什么不来呢 我说没什么我现在要改变生命 我要努力工作啊 要同时要读书啊 没时间去教会啊 有一天的晚上他抓住我啊 带领我呢去做觉知祷告 那一刻我感到很奇妙的是 眼睛就不停地流泪 他说了一半我就一直流泪 同时整个人感觉很热 感觉就好像当晚第一次去团契啊 他们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晚上回到家我没办法睡觉 感觉完全一样 我知道圣灵这个要要进入我的心 要给我一个真正永远的生命 耶稣要改变我 那一刻呢我相信了耶稣 我的人生在那一刻啊 我很想服侍上帝啊 有一个插曲啊 当天帝圣经给我的那位姊妹啊 后来成为我太太啊 结婚之后呢 到还没有孩子的时候 神就呼召我说 David 其实从小到大 你在异端当中呢 不相信我啊 耶稣是赐你永生的 你还这样努力去向人传讲 你这样认真去传讲的道理是错的 现在你相信了一个真正永生之道 真道是耶稣 你为何不向人传讲 你去读神学吧 那我觉得很奇妙 我心里反复出现这个声音 在多次祷告中 神都是这样对我说 虽然感受到神的呼召 但David没有认真回应 开始监督神学课程之后 又中途放弃 宁愿努力赚钱养家 儿子出生的时候呢 我担任销售经理啊 当时出现这个司机偷货的情况啊 那么我穿着西装衬衫啊 到火车上面去检查货物啊 那些是冷藏货柜车啊 很大型的火车 在上下车的时候呢 我不小心失足啊 穿着皮鞋 整个人摔倒在地上啊 那个货车又人那么高啊 要爬上去 摔在地上的时候呢 我的门 门牙就断了啊 插进下唇 不停的流血 到了急诊室呢 那个医生很风趣啊 他跟我说 如果撞到头啊 那可能就没命了 他这样跟我说 也许呢 会有很多的后遗症 像是瘫痪啊 那一刻我想到 生命很脆弱啊 好像神跟我说 你要赚多少钱才足够 你才愿意为我奉献去服侍 去帮忙救更多的人啊 得到耶稣的爱呢 那一刻呢 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提醒了我 很奇妙的是啊 我的公司就在神学院隔壁 其实我每天到这个新公司上班 都会开车经过我读的神学院 那么神就对我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于是呢 我就下定决心 在2007年全时间就回神学院读 就在David下定决心 要回应神的时候 他的叔叔给了他另一个选择 我叔叔很有钱啊 从澳大利亚过来啊 我叔叔呢很就疼爱我们啊 当时呢我开着公司的车啊 那叔叔看见我就说 哎不如这样了 你不要替老板工作了 立即开店 我给你资本 你要多少钱 一百万够不够 哇我听到一百多万呢 要做多久的生意才能赚一百多万 那我跟我叔叔说 叔叔啊 不用了啊 我要读神学去服侍上帝 上帝比一百多万更重要啊 叔叔说什么 好吧 我尊重你 如果不是上帝的呼召啊 很难在一个工作环境 特别是当时经济很蓬勃 他可以放弃转去读神学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放弃了荣华富贵 是真的 换来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救恩 是一个拯救 有一个拯救 他不可能 还是一个救恩 可以追求那些救恩 如果是什么是有的 谁能赚过到不快 下单的呼吸 您的地道 如果是居然 是一个救恩 才能赚过到不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两个学生来到急救站 其中一个伤势很严重 我跟他说神要医治他也医治你 他说神怎么医治我 我说你们是医所基督教学校 你不知道相信耶稣有永生 神给你一个真正的生命永远的医治吗 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吓了一跳 我说你既然在基督教学校长大 你一定要相信耶稣 我一边救人一边传讲耶稣 这是我最开心的一次 当然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每次在救人的工作里面 我更加体会到 原来救人身体的生命 不胜过也绝对不会胜过救他的灵魂生命 所以神在这个过程中提醒了我 你这么努力的去救他们 但你只能够救到这一刻 但我永远的生命是永远的医治 是永恒的希望 这个更加重要 经过两年的努力 2009年David神学毕业 一方面在教会工作 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岗位 不间断地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 从神学院毕业 我的老师跟我说 David 你有没有什么侍奉啊 当时教会就还没有委派我当福音干事 但他说你不如去坐监狱侍奉了 但我说监狱这么远 从我们家开车去要将近一个小时 而且不知道会怎么样啊 对不对 那么要去监狱 那是我一辈子都不想去的地方 但当我祷告之后呢 神对我说你应该去 神让我回想到 你小时候呢 也是一个双面人 你里面有罪 你想想当初我怎么样赦免了你 你现在可以去一个地方 去救那些人 那些人呢 可能跟你的经历一样 可能在罪恶之中 于是我就去了 我觉得是那些囚犯改变了我的生命 不是我改变他们的生命 当我在监狱里呢 看见他们好像 没有长大的孩子 他们做了很多的措施 而我发觉自己的这个生活坏习惯 或者我迟到啊 或者我失信啊 或者我做到不好的地方呢 我看到了 神叫我坚持着侍奉 他改变了我 有些在监狱的囚犯呢 他们的心情很低落 David呢 就为他们祈祷 求天赋给他们亮光 让他可以跟监狱的朋友建立互信 透过了彼此的信任呢 这样子呢 就有机会呢 向他们传福音 坦白说呢 我在监狱里面遇到很多困难了 我曾经没有办法进去监狱 因为发生暴动啊 监狱被焚烧 也曾经有狱警 被囚犯给打死啊 所以呢 很多人 甚至我自己也提醒自己 是不是要付出自己的生命啊 这只是一个义务工作啊 但神对我说 他牺牲在十字架上 岂不是牺牲了他的生命吗 耶稣基督牺牲的爱 与囚犯的改变 鼓励David继续在监狱 做义工工作 而神也透过这份工作 赐福给他 每次我开车去监狱啊 要一个小时啊 每次早上开车呢 都是精神奕奕啊 但是我回程的时候 工作了一整天之后 我很累啊 在这样累的情况之下 我就开始打瞌睡啊 在高速公路上面打瞌睡啊 时速一百公里啊 我开的是最旁边的快线啊 我打开眼镜的时候 我在慢线道 差点就撞到墙 哎 我知道每次都是上帝救我 叫我醒过来 我知道自己有问题 我马上呢 就找家庭医生 转介到专科啊 查出我有睡眠窒息症 原来有医治方法 感谢主啊 在侍奉的过程中 神改变了我一些 不良的生活习惯 医治了我的疾病 拯救了许多人 我好整个人都改变了 神让David 透过不同的工作 经历到他的实在 今天David 甘心乐意 做一个传道人 享受神 让他透过开共享车 去传福音的机会 几乎所有大型的交通意外呢 神都让我避开了 证明神呢 要保留我这辆车 继续去传福音 即使不是一个全职的岗位呢 但他都把握在生活里 所接触的 透过不同的行业 比如说开Uber啦 或之前有过一段时间 他也试过帮人剪头发 无论如何 他都把握每一个跟人接触的时间 就跟人分享聊天 他因为神的鼓励呢 能够持续不断地去做 并且呢 坚持在不同的环境下呢 关心在他身边出现的人 甚至可能过于他的能力 或尽己所能 以他能想到的办法呢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他不一定像每个人都传讲福音 或是信仰的内容 但他流露着基督信仰的生命 我不停地逃避啊 对上帝说 哎不要找我 不要烦我 但上帝不停地来找我 上帝给我很大的机会 以前我觉得 看 开着一辆旧车很不体面 但今天我开着旧车呢 去当共享车司机 我感到很光荣 因为是为主而做 我觉得不要去想这些 甚至神要我在这个 收入可观的时候呢 停下来不去赚钱 他要我去做一些 倒贴钱的事情 对吗 监狱工作是义务的 当救护员也是义务的 有时候我到食物银行 帮忙打包食物 也是义务的 教会侍奉的也是兼职的啊 他们没有办法支付全职薪金 但我觉得不要紧啊 在这个过程中 我反倒经历到上帝 每一个风浪来的时候 耶稣带我度过 我认为信耶稣最喜乐的 莫过于此 人生不会没有风浪 信主之后 更大的风浪也可能遇到 但耶稣总会带你度过 David的生命遇到神之后 不再拼命赚钱 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反而在做义工的过程中 经历神的信使和带领 多谢大家收看恩雨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